MING PAO TORROW Hello 今天來看車 其實這幾天都會看不同車 因為都決定要買車 因為要在這裏長住 車是必需品 這裏看了很多不同的品牌 一路會和大家介紹一下 看看最後我選了哪一輛車 現在試試其中一輛他們介紹的車 這是三零 大家都很熟 還有看過其他 之前有看過Toyota 有看過Proton Couroua 這是這裏比較熟悉的品牌 要是馬來西亞的朋友 你們也可以告訴我你們Dry的車 你們找一個煮的車 哪一個比較好 哪一個裙子 哪一個摩托 你們覺得是好的 你也可以留言給我的 謝謝 我之後會和大家繼續去看看其他車 亦都告訴大家最終我們選哪一輛 這個是BMW 這個不會考慮 這個 勾了我們的預算 還有這裏馬來西亞都不需要駕駛到BMW 我們都是拿來代步 好 進來這個車廂 入面看看 感覺一下 感受一下 你有沒有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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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你是不是知道嗎 這裏馬來西亞太遙遠了 在去年來說 為何感動人會拿這架 首先你看看本頭 本頭這架肯定漂亮 它前面燈是LED的 這些是白燈來的 不是黃燈來的 你看看 它很新潮的 就是LED來的 就是在介紹這架車 好 轉瞬間 離開了30之後 就來到Honda這裡 這個show room 露體車 你看看 看我們心目中 上網看了選擇的模特兒有沒有實體車 有沒有實體車可以看到 他們專用的停車場就會拍攝他們的車款 看看我們心目中想要的車有沒有 我們是想試這一架 我們現在先試一試 裡面有車回來所以突然這麼吵 好 現在進內廊 看看 感受一下 你按那個號嗎 你按那個號 再按一次 再按一次 所以你按這個要再調 你要看什麼東西 說很可怕 在裡面 這輛車後面很闊落 很大 很大 好 好 OK 內窗的座位 這個還可以 但是外表 外殼看 這輛不像七人車 其實兩輛都不像 這輛比較短的 不過這輛呢 在外面看 是私家車的小小 比較短 因為這裡其實馬來西亞 都容易水浸 很多親戚提醒我們 都謝謝他們提醒 在馬來西亞買車 如果可以的 就最好買高新車 買高新小小的車 就不怕水浸 或者你去到一些 比較容易水浸的地方 你這輛車也不怕死火 好了 這條影片來到這裏 多謝大家 我會繼續和大家分享 我是沙巴生活的點滴 最後也告訴大家 我們是買了哪輛車 好了 我們下條影片見 拜拜